大家好,今天是6月5日星期五 很快又到了星期五 昨天就过了六四 也是一个和平的集会 昨天看到也很因为没有什么大的冲突发生 其实不出国安法都已经有人问 但是出了国安法之后 出了港版国安法的咨询 他现在还没落实,只是决定了草案 真的多了很多读者有电邮进来问移民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就不是移民的专家 我不是移民的专家 你问我股票也可以,你问我的地产也可以 但是你问我移民 昨天我就不是移民的专家 当然我也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 台湾呢,我台湾也去过二十几次 不用再去了,台湾我其实 我真的去过二十几次 台北已经去过N次 譬如说日本的我去过几次 韩国,中国就不用说了 中国在过去我们 我记得九几年开始 开始就没有 九几年,譬如说九四五年开始 九三四年开始 我出来做了两三年 就已经要开始跑大陆 南部跑到北部 譬如上海的 我真的去过二十几次 二十几次 我不用再去上海 我已经去过太多次上海 但问题始终我去得多 但我不在那里住 我不是说住在国内十年八载 或者三四年 我又不是说住在台湾几年 所以我只可以share一些 我可以见到的见闻 但我不是移民的专家 因为移民牵涉的东西很多 但我们只可以抽取回答读者 关于资产配置 或者是关于物业 或者图现的问题 我只可以回答这一部分 至于其他那些 我就不敢乱回答 因为我始终不在那里 有些读者说我移民去哪里好 我始终不是说在那里住了很多年 我觉得一件事是 最少你要在那里住过很多年 或者住过几年 你才可以回答 如果不是 譬如说去台湾 我每一次去 可能是四五天 你始终没有领略到 很多风土人情 譬如说我们去上海 我试过很多次 我很多年前 已经单拖上上海 我单拖上上海 是早到二千年的时候 早到二千年 一个人上海 没有同事跟我上海 我一个人坐飞机上去 去展览 去客人 走到光阴市 当时还是很自己去搭火车 自己打的士 自己坐回 当时不是叫高铁的 当时是火车的 单拖的 我们二千年的时候 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 那时候 我们就自己一个人上海 全程都是一个人的 最多的厂和你吃饭 很多次都是 南方不用说 比如说去方村 廣州那些 很多年前都已经是一个人的 譬如我们九几年 九几年我们回深圳 已经是一个人的 没有人会陪你回 甚至我们走去 我记得一次九六年 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回去佛山 一个人回去佛山 所以 怎样说呢 去就去过很多地方 但是 没有在那里定居过 所以有些人不敢说 但是只能够回答到关于 资产配置 或者是物业的问题 希望大家 如果关于那些问题 你就应该问回那边熟悉的专家 好 那我们今天的钻石九组合 就跌了少少 就是131% 如果大家深水清 你有留意到的话 你会发现 有三样东西是不可以并存的 第一 就是中国 要买这个 美国的农产品 第二个呢 就是托高香港的股市 第三 就是托回人民币汇率 如果你留意一下 在这三四个月 你看到这三样东西 是从来都没有并存的 就是说 如果股市 香港的股市 托高了的话 人民币汇率就会跌了 那它就没有 就是 就会传出来 它不买美国的农产品 但是一传到 不是的 它买回了 不是的 它人民币上去 那港股就上不了 那就是说 不是很够美金 不能够同一时间做完 我留意了很多次 今天你看到 人民币的对美金匯率是7.11 之前只有7.16 但是你看到港股就没有了方向 你看到那些ATM股 就跌回来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最近港元 那么厉害 就是 金管局是要 沽出港元呢 因为有太多人需要港元 那需要港元那些是什么人呢 他为什么要在香港 拿那么多港元呢 就是入市 不是简单吗 不通是买房子吗 是不是 就是入市 买债券 买成 那些是什么人呢 那些就是北水 一定不会是外资的 基本上 是外资 规模都不会大 所以你就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说 当他一停了 他将那个资金呢 要走去 撑回那个 人民币汇率 或者在美国 中美货协议买大豆的时候呢 港股就升不到 就是这样的 你留意一下 这三样同时都用外汇的东西 是不可以并存的 是没有并存过的 基本上 那我已经将三月份的收费版 第三期放到我们的网址里面 那大家可以放在YouTube下面的link 进去看就可以了 那另外也都多谢很多朋友 支持我们的patreon频道 那刚刚出了那一期 就是讲这个教育问题的 讲教育问题 讲这个学习强割 一个手机的apps 那我在中国文心 香港文心都会再补充的 那就讲到很多香港家长 关于国内如果强势介入香港的教育的话 很多香港家长担心的问题 那在中段里面 真是很多谢很多读者 都不断地订阅我们的patreon频道 那作为一个后备频道 那如果大家想支持我们的supporting channel的话 那大家按一下YouTube的link 那很简单的 5美元一个月而已 40元 真是坦白说句 你吃个早餐的价钱 你就可以听完所有 通常我们YouTube 中国文心、香港文心 时事评论会放进去 那另外呢 就每一个星期 我们会多加两条片再有进去 那些片是exclusive的 只有patreon才有的 好 那关于移民的问题 自从推出了这个港版国安法之后 可以说一两天就收到这个移民enquiry的电邮 一两天就收到一个 一两天就收到一个 可能会出了大家的意料之外 问的问题呢 就不是这些 就没有什么人问我 去台湾好 澳洲好 英国 日本加拿大好 没有什么朋友问这些问题 那大家猜一下 问些什么问题呢 让你猜一下 先猜一下 先给大家知道 in the average 香港人移民的原因是什么呢 通常都有移民原因 通常他们写进来都有移民原因 怕一定是 怕什么呢 第一个 就是资产的安全 香港人很怪的 香港人很怪的 他就是怕钱多个人 那些人很怪的 他怕钱没了 多个人没了 第二点 就是我知道 那些人是empire了下去 但是没什么人写出来 最多人写的就是一三 第一个就是资产安全 很多人问的 每一个都问的 其实他们empire了 就是怕在香港 不安全 第二个是人身安全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很少人写出来 怕自己的人身安全 但是通常第一个是一定写的 就立刻问你 要不需要卖楼 要不需要把钱转到美金 离岸户口 那这个就是资产安全的问题 那其实应该你最担心就是你人身安全 但是香港人很怪的 香港人命都可以不需要 但是钱一定要要 那么奇怪 第三个 也是基本上大部分的 入电邮的朋友 一定会问的 就是子女的安全 and 教育 这个他就特别说明了 就是教育 子女的安全 and 教育 所以通常我收到的查询 就是不出移民的原因 就是不出这三个 那些钱安不安全 自己安不安全 子女安不安全 和子女将来的教育问题 这个就是可以说 涵盖了 有几十位读者进来的电邮 都是这些移民的原因 这个今早我看到的 移民日本没有难度 其实日本可以的 除了有地震之外 我去过几次都可以的 只不过日本的民族意识是很重的 民族意识很重的 他不是太欢迎外来人的 第一 第二当然是语言不通 但是你说法规是很好的 法规是很好的 都叫做相对自由的 最大的问题 其实就是一个 移民就是一个字 s两度 钱 最大的问题就是钱 我相信一件事 如果你移民 是不用买房子的话 那你是不会来问我的 因为为什么你已经相当有钱 大家都知道 大部分的香港人 其实他们之所以中产发迹 都在一层楼上 所以如果他们要移民 就一定是s两栋 肯定 问这个问题 那么 绝大部分的朋友 都是要卖楼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钱大部分都在层楼上 我认识过很多朋友 我们的年代 还会有两个小朋友 我们的年代 我没有认识过一个朋友 有三个子女 最多就是两个 大部分他们的钱 都是在层楼上 即使一些曾经是去到 比如说做房子业的 在中段曾经去到很高级的 那可能现在都没得做 那他们在中段里面曾经 在零几年的年代 两夫妇 两夫妇 加上 是可以赚七万几百万一个月的 两夫妇 加上八万几百万一个月 很多的了 零几年的时候 但是因为他们有子女 所以现在可能都是只剩一家屋 那天 还有百多两百万 现金 但是那间屋 可能现在已经值九百万 所以这些问题 是很多朋友进来问的 最大的问题 就是资产套现的问题 就是他们要卖出物业 他们要卖出物业 这个是最常问的问题 这个就说去泰国的清迈 这个 其实是可以的 我也去过一两次 泰国 其实是热一点 是热一点 或者马来西亚 坦白说 我看过一个节目 那个节目 就是一个 香港的 曾经是一个投行的基金经理 跟他太太 他太太在香港都没有工作 他就有些职促 当然做得投行都不少 但是他年纪不大 我看前一两年看过节目 他也是四十五六岁 他就在马来西亚 就买了一间屋 那间屋是很大的 他说三百万港元左右 是有的 是有花圆 有的 他太太 每天 八点多起床 打理花圆 以及工人 养狗 清洁 等等 搞得到一点多钟 你想想 他做什么呢 很简单 因为他还有一些钱 因为他还有一些钱 在香港 有些钱 在香港 他就做这些股票买卖 他说一个月 你在马来西亚 其实三千元港元就很丰富 六千多七千元就可以养老婆 你想想一件事 如果你在香港 有几百万的 你一个月要赢七八千元有多难 是不难的 他还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他就很推介马来西亚 我没有去过马来西亚 但是我去过新加坡 我觉得也是OK的 但是新加坡给我的感觉 第一就是很热 第二就是很贵 什么都很贵 坐地铁都比人贵 刚才我们说到的问题 就是要移民 绝大部分的香港人 是要卖楼的 绝大部分 如果你不用卖楼 你就不用找我 因为如果 大家想想一件事 你要一家三户 即是两大一小 你要移民 坦白说句 坦白说句 即使你要移去台湾也好 你在台湾买房 加上三个人 可能一年都在家里 都在家里 坦白说句 平均在那边 香港现在大约一个月 香港现在一个月 你大约要八千 怎样也好 一个普通人 都要六七千元一个月 如果有房子的话 有物业的话 六七千元一个月 在台湾就不需要 台湾就三千元就可以了 如果你真的 拆炮的话 一个月都一万 一个月最拆炮都一万 你想想几年时间的话 你如果真的要在台湾买一间房子 然后三个人过去的话 你起码都要拿着四百多万港元才行 你买一间房子 不管怎样便宜也好 它都要 二百多三百万港元 你还要多拿一百多万港元 因为你可能只要炮一两年 如果你不用卖楼 你都可以随时拿出四五百万港元 那你根本就不用问我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 通常香港人 一般的中层 都是要卖楼的 所以通常 电邮进来的 都是问关于卖楼的问题 如果你本身是没有小朋友的话 其实你可以不考虑走也可以 如果你是没有小朋友的话 当然有些人不是这样想的 譬如说他四十多岁 又未到五十岁 我也觉得不好玩 那你就要卖楼套现 你就要卖了香港那层楼 如果你真的决定这样做的话 我觉得 甚至有飞机工程师 有电邮来问我 他说我是飞机工程师 但问题就是 你要先去当地做一些考察 譬如说 你拿着 譬如你卖了香港所有的东西 还还一些按揭的 两夫妻过去的 你可能拿着 六百万 七百万港元 其实挺好的 两千多万台币 你在那边生活四五年都没问题 但是最基本的 你买了房子都可以生活四五年 最少的 你如果在台湾是感觉不到压力 但问题就是 如果有小朋友 和一起过去的话 你就要考虑当地的教育问题 那首先你就要过去 就是打探一探路 看看当地 那你都 你常常负限在家都不行 对不对 看看当地的工作情况 等等 那这个是 需要的 这个是需要的 但是 但是卖香港楼 我觉得是最简单的 最容易 但是当然 现在的价格就不是那么好 但是有朋友 就问卖大陆楼 就是他问 卖大陆楼 会怎样呢 这样 这个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因为 为什么呢 我在这么多年都不相信 国内的楼宇系统 为什么呢 因为在 其实 很多读者可能会问 在十多年前 百多万买一间房子就有了 对不对 在深圳北一点 为什么你都不买呢 百多万有多少钱呢 百多万的钱不是多 但问题就是 如果有麻烦 你就会搞很多东西 这个是我的想法 所以我 基本上 从没想过去买大陆楼 如果你现在要去买大陆楼呢 我有一个旧同事 他在几年之前 但是他现在已经过了身 他就卖了祈福那里 交给他的儿子 我告诉大家 你 不要有一个概念 譬如说 你买的时候一百万 现在三百万 你卖了就赚了二百万 就拿回来香港 你千万不要这么想 因为这个状况 根据我的朋友说 是不会出现的 为什么呢 第一件事 在国内 是很依赖中介的 在香港 可能你问中原 先生 你的楼盘价太高 你就减少少 神经病 那些人 找美联 美联不行 就可能找一些地铺 但在国内不是 在国内 那些中介是很麻烦的 如果你不减价 他就不会跟你挂牌 你去一间两间三间四间五间 都没有人跟你挂牌 那你就一定要减价才可以挂牌 好了 挂牌之后 大陆人买楼是很怪的 它是会斩到你一颈血的 譬如你挂出来 原本三百万 可能你给个中介 就已经逼到你挂两百五十万 但是离看楼那个 你说两百五十万 可能他跟你说八二万 他们杀加是很厉害的 那最后你也有钱赚 可能最后你就一百八十万成交 但是你不要忘记 在十年里面 你要交灯油火纳 又要交管理费 成绩的卡 其实你有没有钱赚 有 不过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多 可能你是赚到 比通胀多一点 就是这样的意思 好了 最难过的一关就是 将那些钱 拿了那些钱之后 你怎么拿来香港呢 就是很麻烦的 很麻烦的 因为你不是说一个小数字 譬如你拿回一百八十万的 那难道你真的 真的一万元一万元过关 不行的 那你就要申请 你就要申请 就是要申请 如何将那些钱逐次逐次拿回来 那时候我 因为我 为什么我同事会呢 因为他糖尿的时候很严重 所以他就卖了一层楼给他的儿子 上一年他已经过世了 他说搞了很多东西 幸好几年前呢 他还可以搭船搭车 如果不是的话 就是再过一两年左右 他就搞不到 所以国内你不要想着 譬如说 你一百万买了 现在市价三百万 你赚到两百万 不会的 水瓜打狗不见一截 还有现在呢 甚至有可能 因为我朋友 我同事是两年多之前 如果你现在去 譬如说你卖了一层楼 你有一百八十万 进你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你要转人民币来香港呢 我想是审犯那样审 如果外汇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一般人是 一般人是不可能的 即使你买一层 我有一百万 一百八十万卖了楼 我想转回走的话 是很麻烦 审犯那样审 甚至可能有一段时间 国家体验是不受理的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 我都不买到楼 因为我不相信 我是完全不相信 那个体制 即是说 你说99年期的 在香港 如果我签了契 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就打官司 在国内是没有的 你是不能和国家打官司 是不受理的 可以是 我要收回你的地 你买那时一百万 我现在赔回三十万给你 要是要 不要把人打到你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很多朋友 在国内卖了楼 买过楼 大家都知道 早期的时候 真的一两个星期才回去 他回去 真的试过 看到痕迹 那间屋是被人住过的 不知道是管理员放了 还是什么 所以他一点贵重的东西 都不敢放下去 看到有些人住过 有些人吃过东西 那些痕迹在那裡 所以我从来都不相信 国内卖楼体制 所以当然 现在就不需要说 因为大部分香港人 都不会回去 国内去买楼 但是问题 我告诉大家 你要卖出一层大陆楼 是非常困难的 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 没有你想象之中 可以赚到的银马那么多 第三个就是 当地的生活 比如说 你移民之后 刚才说了 你要卖楼再买楼 居住问题 教育问题 工作问题 其实这些问题 都很大 为什么呢 大部分的朋友 我相信超过八成 是有子女的 问我 是有子女的 只有两成 是对于香港没有信心 所以 教育问题 是一个大问题 比如说 买楼居住 这个是一个问题 工作问题 也是一个问题 有些朋友 他是有层楼 不过他有按揭 他有按揭 简单说一句 如果你在香港 做飞机工程师 你当然不用担心 是不是才对 但问题就是 你去了台湾 可能你做不到飞机工程师 对不对 即是你现在层楼 是 那层楼可能值八百万 但是你不要忘记 扣回按揭的话 扣除了按揭 可能你只有四百万 你拿着四百万 你去台湾的话 一百六十万就是投资移民 那你再去买房子的话 其实那四百万就没有了 没有了 那你投资 即是白点说一句 你可能 看一间公司 做过地摊 现在很流行地摊经济 我告诉大家 当时我们九几年回国内 是很多地摊的 你回到广州 如果全广州 去那些 布市场 人财市场 都是地摊 是零五六年之后 才没有地摊 地摊经济其实是可以的 起码自给自足 对不对 但问题就是 刚刚我说的 譬如说你只有一个物业 你两夫妇 你在香港 你是一个飞机工程师 其实你老婆不用做的 因为飞机工程师 六七万一个月 是怎样都有的 最少都有这个数字 但问题就是 你卖一层楼 还卖案结之后 可能你有四百万 在香港你有份工 其实你很安乐 但问题就是 如果我要移到台湾 我已经给了一百六十万 投资移民 我不知道做什么生意 但一百六万锁住 那我跟着 就要买层两百多万港元的房子 去住 因为不能够长远交租 好了 那就变成零了 但问题就是 你在台湾 那你未必做到工程师 是吧 你未必做到飞机工程师 那你投资移民 你开一间珍珠奶茶 那未必一定有生意 是吧 那又怎样呢 是吧 所以很多你要去探讨的问题 哦原来 香港呢 我做飞机工程师 在台湾呢 都可以的 不过我要再考那个牌 那如果顺利的话呢 两年后都可以再做 那又不同 是吧 我捱到两年了 所以大家要 问一问一些 那些移民公司 那最好呢 就是你当地 有朋友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 那你去两三次 三四次 先了解了整个情况 就好个盲目的去呢 特别是教育问题 特别是教育问题 工作和教育 因为为什么呢 外地的教育呢 和香港的教育呢 是很不同的 我有朋友在美国 完全不同的 教育是 完全不同的 教育是 也不是说很多地方 是有免费教育的 有些是要付钱的 有些是要付钱的 比如说你想去到 马来西亚读书那些 就完全和香港不同的 但是我相信 没有什么朋友 会去日本 韩国那些 我估计 加拿大 白点说句 加拿大生活 其实很贵的 那我 刚才说过了新的那位 他弟弟 成全家 都已经移过去加拿大 他有时都会去加拿大 一请长假 就请了三个星期 去加拿大 加拿大的教育系统不同 加拿大 你不是公民 其实社会支出是很大的 所以这些大家都要去了解 先 但是我所收到的问题 大部分 都真是卖楼的问题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人 真的大部分 我们这些 level的人 他真的要卖楼才能走到 他不卖楼他走不到 其实基本上 他一定要卖楼的 卖楼之后 又怎样呢 你说我卖了一层 我卖了一层豪宅的 那当然没问题 那层豪宅 一买出来 那些过亿的当然没问题 但通常我们这些楼 卖出去 当你供了都好 八百多万 左右 八百多万 左右 但是有些如果在供楼 的话 即是四百万 四百万港元 其实很尴尬 很尴尬 这个二问题很尴尬 昨天我看了啤梨 昨天我看了啤梨 他说到这个问题我才说 其实我不想说 为什么呢 好像很迷信 其实我在五月三十号 我认识少少占卜那些 我就预了一个卦 预了一支卦 就问香港十年 这十年的社会状况 和经济状况是怎样的 其实这支卦我都觉得挺奇怪 但原来昨天我看了啤梨 啤梨又说一个知名的术数家 他也是预了一支相似的卦 那这支卦是什么呢 我自己预了那支卦 就是如果懂 就是对易经 我相信大部分人懂的 那个知识都比我多 那我预了一支卦 那我预了一支卦 就叫做 我在五月三十号预了 这支卦是 五月三十号预了 我是遥同前的 那我预了这支卦 我预了这支卦 我先看看 山峰古 那这支卦是说什么呢 其实 古就是虫 就是虫 那这支卦就告诉你 你现在预计这支卦的时候 其实香港 因为我的问题是 未来十年香港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就是说这支卦就告诉你 现在已经有很大的问题 古就是虫 就是一样东西 它已经有很大 就是已经生虫 那你想想它有没有问题 它是麻烦的事 一些管治腐败的内在问题 和外在因素无关 这支卦是很衰的 什么叫山峰古呢 就是说你把一间屋 建在山上 有风吹过来的时候 那间屋就不吓入供 就是当年 但是我预计到一个变鸭 就是大家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们有一支本卦 它会有一个变卦 所以就叫变卦 这支变卦 就是看哪一个是邵阳 哪一个是老阴 或者是老阳 就要变的 如果我预计到 预计这六个鸭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变鸭 又或者全部都是变鸭 就不需要看变卦 但是如果我预计到一个 都要看的 那我就只预计到 有一个变鸭 就是第四鸭 当第四鸭一变的时候 非常之奇怪地 它变了一支火峰顶卦 四是什么意思呢 一支卦里面有六个鸭 我问十年 那就是说 刚刚过了五年之后 那支变卦就会出现了 火峰顶是一个大吉大利的卦 就是你看到 什么叫顶卦的意思呢 就是说 古代找一个顶 顶有三只脚很平衡的 很平衡的 很稳的 在上面生火取暖 或者吃东西 就是一支大好的卦 就是说 香港 过了五年之后 又会再兴旺 而且很兴旺 这件事令到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但我昨天看啤梨 其实他说得对 他说 有很出名的术数家 当然不是我们这些交流流的那些 他预设到很类似的个案 就是说 香港有可能 有可能 一部分的人 走了 但是回来 回到香港 建国 我昨天听了啤梨说 我自己再 细心地想了半小时 我发觉不是完全不可能 因为为什么呢 你现在看看一件事 现在整个全世界的政局 你不能够再将它和以往毛泽东的年代相比 默默过去的年代 不会回头的 不可能回头的 你想一下 现在中共这样执政 这样在国内的经济环境 和香港的状况的话 可以挨得多久呢 真的不挨得多久 有些人就会问 香港 已经归了大陆 有什么可能会再割出来呢 不一定的 因为大家要明白 当年清朝 很早期的时候 都是很强盛的 那为什么清末会这样 不是那个 当年就叫做王朝 现在就是政府 腐败 那国家一直没钱 一直穷 被人欺负 就要割出去 不出奇的 没钱就会了 有钱当然不会 有钱侵略人 对不对 没钱就会了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根据中英联合声明 你一定要赶紧 你一定要赶紧这份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英国政府 界限加以南和港岛 是各样的 整个中英联合声明 现在还在国际法庭 过了五十年 这份中英联合声明 就可以作废了 为什么呢 中英联合声明 最大一个纲领 就是五十年不变 五十年之后 无论它变好变坏也好 就不关英国事 因为五十年不变 那五十年之后 可以变可以不变 变好变坏也不关英国事 为什么呢 结束了五十年 但是现在还没结束 是不是 所以英国佬是要介入 因为这份是国家和国家签 如果别人 你自己国家那份东西 别人都不honor的话 那需要什么签合意 是不是 不奇怪的 我自己想一件事 如果中国的经济再差下去 而香港的局势再差下去 有可能出现 不是完全没可能出现 我不知道 但是我订到这支挂的时候 我觉得很奇怪 有什么可能呢 但是如果我昨天听了啤梨这样说 或者我自己细心想想 不出奇的 现在还能不能锁国呢 现在还能不能锁住 中国不让人出入 现在能不能锁住香港 不可以的 为什么 有鬼佬在 有鬼佬在 你当年中国 毛泽东可以锁国 因为没有鬼佬 你香港可不可以锁国 香港可不可以锁住外汇 你一锁的美国佬 就是派飞机来 是不是 他派航母船来的 他派飞机来的 他说就说接人们走 他不走那你怎么办 那些不是示威者 那些有全世界最先进的武器 那些飞机就在维多利亚港兜来兜去 是不是 那美国的军船就派到维多利亚港出面 那你是不是跟他打 所以做不到 他不可以去到以前锁国的阶段 不可能 香港是一个国际大会 全世界什么人都有 加拿大也有 德国人也有 美国人也有 英国人也有 是不是 你是不做到这件事 你做到这件事 就是八国联军 那你就更麻烦 所以我觉得 不是不可能 但是我们要看一下 事态发展是怎样 但是如果他用这些强硬的手段 铁硬增进来的话 情况再差的话 可能 在我们 以佈话来说 又叫做匹极太内 可能匹极太内也不奇怪 就是说 香港人 有可能 有一个短期的损失 但是一样东西 换来 将来可能100年 200年 300年的安宁的话 是不是值得呢 这些大家就要想一下 有些事情是不是 但是我不是不同意那些人移民 特别是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话 我觉得是要的 大家如果有看我的patreon频道 关于教育的那个你都会知道 我在未来香港民心里都会说 很多朋友他宁愿自己有问题 不要紧要 第一件事子女是他的宝 他的宝来的 子女是他的宝 他就不让你斗 你一说到很多香港人 有这么多资产的话 一说到教育 他什么都不说就要走 我认识几个朋友 他和老公 香港人和国内人结婚 他们说到要吵架两夫妻打架 他都一定要个儿子来香港读书 我有几个朋友是打架的 两夫妻打到上警局的 就一定要个儿子来香港读书 但是大家要明白 个儿子来香港读书很贵的 他要生活的 他就说到打架 我有几个朋友都是的 两夫妻是打架的 他老婆是内地人 他一定要个儿子来香港读书 为什么呢 因为他完全讨厌国内那套教育 他不想个儿子像国内那些 现在出来的那些人 就是这样 今天就发牢骚讲多了 后面那段讲多了 希望大家喜欢听 如果不喜欢听的话 就当一种预言 不知道预言会不会成真 但是我们都是这样盼望的 好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这个就是我们的网址 大家点击YouTube下方的连续就可以了 我们的YouTube投资笔记 六月份 大家有兴趣 美股港股可以付费订阅 有很多读者就电邮给我 就说 因为我们六月份 就有盈光莫里讲这六个 六间公司 第一间疑卡我已经出了 但是有很多读者就说 想知道网易 其实我网易 四条九 我已经在YouTube投资笔记里面分享了 但是有很多读者就说 我只是订阅了投资日记 没有订阅YouTube投资笔记 所以如果这一个月里面 没有什么特别紧急的话题 一定要讲的话 我们就会将四条九网易 因为它已经上市了 我们会更新的资料 因为它已经上市了 我们会更新的资料 这个就是如果这个月没有特别紧急 一定要讲的议题的话 我们就会讲四条九网易 那我们两个收费项目 一个就是投资日记 港股文字版150元一个月 一个就是YouTube投资笔记 YouTube版美股港股120元一个月 收款就是恒生中银 恒生还有转数块 大家也可以用PayPal付费 很简单 大家付了费之后 在银行收条上 写你的电邮地址 购买项目 拍照 分享回去 HKFinance Out Gmail.com就可以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有任何留言 大家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也可以 电邮给我们也可以 那这个星期我们就还有一周故事大事才结束 大家记住 星期六或者星期日 听完我们的一周故事大事 先放一个愉快的周门 好不好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